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株植物呢 它是杀生灌木的一种叫杀拐藻 如果三年左右的话呢 我们需要从它这个地表长出来的部分 去把它砍掉平查 平查操作之后呢 它的那个整个枝条呢 会再重新的生长出来 如果说长期不平查 它就会慢慢枯死掉了 这株植物呢叫做花棒 我们也叫它沙漠姑娘 为什么叫沙漠姑娘 是因为呢 它每年有两季的花期 一到开花的时候 整个枝头挂满了那个紫色的小碎花 所有的沙漠植物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根系它的方法 这个呢主要是沙漠当中水分很有限 所以它只能通过不断地延展自己的根系 吸收有限的水分 供给地上的地方增长 那第二个就是叶子比较强 叶子一般都退化成这种增状 很狭窄 这样呢减少叶面的增烫 保存了自身的水分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色艳丽 也是满足它这个繁衍后代的需要 吸引空虫啊 来繁殖传播 所以咱们在选择奏离树中的实话 就有意识地选择 有这样特点的树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